來關心的就是 立黨以來上京的大陸冷氣團 讓淡水剛才出現了 上京的我們是9.4度 在玉山剛才上京的 我們現在創作8.3度 都是今年上京的我們的記錄 雖然今天是有些日子 但是入門後去上京的天津 這溫度可能會差10度 大股放在鍋子裡面開始焦 因為馬路入這裡 是比平常時剛才開始準備 因為天氣冬的時刻 入這裡差不多比平常時多出三聲 這個材料也要計算一下 天氣比較冷 差不多兩三倍這樣 一年上京的冷氣團來了 淡水一年出現9.4度的氣溫 是創下一年以來 全台灣氣溫最多氣溫 海伯三千公里的英雄的管轄 氣溫也都在零度以下 又三套一年是創下 零下8.3度的氣溫 也創下今年激溫的氣溫 在平常因為有刺激頭 激溫的感受沒說太明顯 但是最重要提醒 這個暗時跟日常溫差會比較大 日夜溫差上會比較大 因為這一波比較乾冷 可是今天晚上一直到 明天清晨的話 溫度還是比較偏低的 尤其入夜之後 應該溫度下降的蠻快的 晚上的全台溫度是比較低的 平台的在11度至13度 民眾都要注意 在晚上跟日常溫差還是會比較大 氣象就表示 白國日常要在氣溫才到達會心 這次半個禮拜的溫度 有機會會回升到23度 將會是一件溫暖的好天氣 現在總括報導